5月19日,同州共济,守望相助,央企爱心人士向巴基斯坦捐赠防疫物资一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。 该批物资包括口罩、防护服等防疫用品,以及爱心人士捐赠的一些现金。 随着疫情在全球爆发蔓延,巴基斯坦疫情防控形势愈发严峻,面临防疫物资、粮食短缺等问题。 近期,应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省援助请求,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协调, 筹德口罩、防护服等防疫物品捐赠于该地区以助抗疫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捐赠物资上应有同州共济守望相助的标语。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、总经理徐爱杰称,如八方后期有需求将追加捐赠。 此外,新疆爱心人士筹得一些现金,赠予八方已输粮食短缺之困。 我们一直跟巴基斯坦有几十年的合作关系,根据它的需求我们准备了一部分口罩,然后一部分防护服。 近一点微博之力,我认为作为我们洋企,应该努力去做的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、招商局集团、原疆工作办公室高级顾问袁建民告诉记者, 此批物资将于近日运往新疆喀什地区,此后通过红旗拉夫口岸运往相邻的巴基斯坦吉尔吉特、巴尔蒂斯坦省。 我们准备先把这些物资都运到喀什去,随时根据口岸开放的时间来决定。 从喀什到北部地区一天时间就可以送到。